欢迎收看今集的大乘小聚 我们今天这位嘉宾朋友很喜欢摄影 很喜欢大自然 当然对于中国的文化也非常有兴趣 他在美国的德州长大 也在当地读书 然后对中国文化逐渐有兴趣 就开始学习中文 接着还得到一个奖学金 去到中国的北京大学那里 就修读了一年 他原本是满口英文的 但现在满口国语了 流利的中文可以跟大家去讲一下 究竟他怎样去做摄影 又或者怎样对于自然的环境保护 是特别有兴趣的 跟大家介绍今天这位嘉宾朋友 他的名字叫Kyle 有个中文名叫欧阳海 欢迎你Kyle 欢迎你Kyle Oberman 比较长的一个英文名 所以欧阳就出了一个复兴 哦 那是这样子 那可是你什么时候对中国文化有兴趣 其实他 是很突然 其实是我大意的时候就开始 因为我老家是在美国奥斯汀 奥斯汀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有很多的墨西哥文化 所以他们会说西奔亚语 所以我从小的时候 我一直学西奔亚语 学不会 觉得就好难啊 就没办法就要充实很低 那学不会又觉得不好玩对吗 啊 后来上大学的那一年 我们大学有个特定的要求 是每一位学生 只要学习两年的外语 啊 当时因为可能是 有什么选择 对 所以有很多的选择 比如说 发语 西奔亚语 什么的 都可以 有很多 然后我靠一下 西奔亚语 那不行 因为我知道 已经已经识过了八年 就没有成功 啊 他们有一个 他们也有一个说法 就是一个规定 就是说 比如说可能是阿拉伯语 或者是中文 因为是比较难的语言 啊 如果要学的话 有只有一年半 就可以完成那个就是需求 哦 但是哎 多好啊 因为我原来语言好难 也不喜欢 这时间就减半 对啊 可以减半年 那我就学中文吧 其实其实那个时候 是因为有点懒 也不喜欢学 就说了中文 但是也觉得 那个时候就觉得那个中文字 就很好看 嗯 就感到所有的其他语言 就欧洲的语言 就好像是跟英语 或者西奔亚语 就差不多 就很像 就是那个romantic language 但是中文那个字 就完全不同 所以我就OK 反正一年半 完全不同 那我说那个 嗯 然后后来呢 从第一节课之后呢 我就特别喜欢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觉得就很酷 对吧 第一节课就说 你好 你很好吗 我很好 这就很简单 那这就很酷啊 对 所以这样就开始了 对啊 所以你现在能讲 能看 能写吗 写的还好 不好意思 我的老师 因为之前我还可以 但是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在中国 现在都是在 比如说 玩微信 微博 就是都大字 就是都大平 很小用那个手指写 真的是写 对 但是大学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写文章 比如说上一个考试 还是要用手笔 就是写一篇 比如说八百字 一千字的文章 对对对 那个时候还行 但是现在 还是不好意思 我的老师 因为我有点 干嘛 不要告诉老师 对对对 那可是 那当时你念的时候 就是在德州 对不对 就是Texas 没有没有 念的时候是在 明治苏大洲 哦 明治苏大洲 大学在那边 对对对对 OK 那然后是什么时候 有这个机会去中国那边呢 第一次有机会 是我搭讪之后 就是那个夏天 快到达四的那天 就夏天 暑假 然后那个时候 我 我现在是在 新西兰留学班年 哦 班年之后呢 我第一次去到北京 都是在 13年的夏天 然后去了 北京医院大学 那个时候就是 我自己付钱 就是参加一个 留个星系的一个 学习外语的一个项目 然后那个是 就是在 那个是第一次 好像游学那种 对 参试 然后就 就比较简单 也没有什么学位 但是就是 就不学中文嘛 就就留个星系 嗯 那个时候第一次来中国 也是第一次去旅游 所以那个时候 也去了 比如说 鬼林 啊 对 就是 鬼林去了 然后比如说 那个 原阳 啊 对对对 所以那个是第一次去旅游 还是去长城啊 对对对 旅游的地点啊 对对 然后还有学习 所以那个是第一次 然后后来 那个时候回来 我就非常好玩 也不够 就反正玩的不够 哈哈哈 然后后来回到美国 还是读大四的时候 嗯 所以一直就 就非常期待 就是决定了 哎我大四 突然之后 我还是要回去中国 哦 因为感觉六个星系 还是不够 嗯 对 那 西英里的地方是什么 为什么你会觉得不够 嗯 是旅游 因为是放假 所以那个感觉不够吗 还是当地有什么 西英里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当地 就是旅游 在不同的国家 都是不同的感觉 嗯 但在中国旅游和旅行 就是感觉很自由 很自由自在 嗯 嗯 还有觉得很多中国人 非常热情的 欢迎我们去过来 不管是在北京的 呃 中国朋友 或者比如说 去鬼林的一个村 看他们当地人 这么热情 就是招待我们 其实那个时候 就是别人业力好奇 也非常感动 就觉得 哎 这些人他们对我们外国 这么的好奇 也这么的好客 那为什么呢 就是 我就是就是感觉 就是很好奇 性格迟道 了解这个文化 为什么这些人是这样想的 嗯 然后本来我也特别 就喜欢那个语言 就是 嗯 从我待遇之后 我就会觉得很大的nerd 虽然说我 我唱起也不是特别好 那个时候 在在学中文的方面 但是 就很喜欢 然后觉得 这个事情就 本来就让我很开心 嗯 那我可以再来中国 呃 再去学 因为那个时候 可能我的中文还不够 比如说 给你 那么的 顺利的谈话 嗯 所以我还知道 我还是如果要工作 嗯 如果有中顶语 那么还是要 不可 还是要上学 所以 那个时候我知道 如果我在美国毕业 我还是要来中国 继续学习 嗯 因为我觉得 我来中国也没法工作 因为 还是不够 也不想太 不是很想教英文 因为我觉得 所以我不是看到老师 所以 哈哈哈哈 还是决定 回去中国 继续学习 因为我觉得 他 他可以 大开个门 还是要融入 那个社会 对对 因为你没法说 这个语言 你也很难去旅游 对吗 你也 没法到这个村 开始说 我英语 英语的 那我根本听不懂 对吗 嗯哼 嗯哼 那所以 后来 你就拿了一个 奖学金 scholarship 对对 就去了北京大学 没错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事 我也遗想不到的 哈哈哈哈 对 因为其实原来 我那个是孔子水 很像学金 红极好云 对对 红极好云 哈哈哈哈 它有点像高考一样 就是你考高考 是你要学你第一 就是第一选择 学第二第三度 对吧 然后你可以 如果 没法考第一 你就学到第二 第二个 嗯 孔子水是一样的 你要去第一 第二第三 嗯哼 而当时 我是随便学了北大 因为我 但是我就不想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 我也不想去北京 那么大的城市 我还是去看其他的地方 那我随便还是 OK 北大法治医院 去Harvard whatever 可能是有梦想 但是就就不会做心理准备 可能本来想是最不可能 对最不可能 还是随便些无所谓 嗯 最可能是第二 对吧 而且最想去是第二 嗯哼 那个是四川大学 哦 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四川有学生 就听过嘛 可能没有去过 听过 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计划 是去四川 嗯 可是你就反正 挑写成第二志愿 对对 因为我就然后 我开始准备去成都 哦 后来突然 又收到北大的信息 听人们也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当时也没有给自己的这个 有希望的空间 对吧 然后知道我要去北大的时候 真的很很惊讶 嗯 因为我知道北大是一个 非常难去的一个学校 然后那个时候只有24个 嗯 全世界来自空师学院的学生 嗯 都有这个资金可以去北大 嗯哼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我 可能最大的一个荣幸 哦 那所以你在当地就学中文 应该学好快了 嗯 还好 还是还是 对我来说也不快 但是在因为在图书馆的时间 还是待了很 你知道 就感觉没有那种像天分一样的 比如说你 你现在教我中中文 我没法记下来 我还是要回去 接着来开始记住 用那个flash card 用自己的方法去记 对我必须有repetitive 对吧 我必须还要花很多时间 对 我没法就一下子就ok 我知道 嗯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是 在图书馆带的时间 还是很很多 所以在北大的时候 你还是以学生的身份去念书 对 继续你的学业这样子 那摄影呢 什么时候开始的 摄影 就是它 早上是一个爱好 哦 就是在高中的时候 就开始 就开始玩了 嗯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我从小的时候 一直喜欢花花啊 嗯 但是后来呢 到高中的时候 我就感觉 我就愿 就是我做不下来 那么长时间 比如说你要画一个花 对吧 你要做起来 ok 然后你划几个小时 划几天 嗯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么耐心 我还是要穿一个太阳 然后蓝天 我要去夜外拍照片 就爬山 那我能不能在这个地方 还要创造艺术 那是我觉得可以 拿一个相机 也是用勾图的想法 也是做一个移动的艺术 但是又可以 跟他和另外一个爱好结合 我可以爬山 可以徒步 所以那个时候就爱好 我就会去 有家的后园 或者公园 去拿我的妈的相机 随便拍一个有椰子 其实那个时候不好看 但是有这种练习 然后到大学 到北京 一直是个爱好 因为空的时间 我会去早期拍一个日出 然后参加一些大学的一些声音比赛 之类的 所以一直你都喜欢大自然的感觉 一直是我这个是我最爱 对对对 所以你拍的都是很多大自然的照片 是 我不喜欢城市 你带我去个城市给我拍 我不知道怎么拍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拍 反而见到一些树木的时候 反而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对对对 和雪山 文化的雪山 今天早上是说 特别好看 所以你现在是常住在成都 对 然后突然就生活很奇怪 就因来想去成都 后来去北戴 但是现在又回到成都 又回来了 对对对对 那在成都你的工作主要是什么 我工作就是做这种自然保护摄影师 然后我base在成都 但是可能一半年上的时间 还在都在外面跑 都在云南四川 青海甘肃青山高原去拍照 但成都是一个很好的 对我们吃货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背景 像吃货果的人在成都还是很感激 那你喜欢的 特别喜欢 香饮了已经 辣的那种吗 麻辣特麻辣 特麻辣 特别香饮知道吗 第一次来之后你会觉得太辣了不行 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 但是后来呢 我突然就过了一年就 我自己闻到那个味道 我就开始查 哇 可能也习惯了 对不对 那就开始你的工作在那边 生活在那边 对对对 然后呢 也去了好多的自然保护区 去拍摄 对不对 那这些地方 我相信都有 去的时候 可能都有一定的困难 或者遇上一些的困难 是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我们看看你的照片 好不好 好 OK 我和Kyle分享了他的开始 如何在美国一直到中国 然后除了读书之外 留下生活和发展 以及继续摄影工作 他去过很多不同的自然保护区 那里拍照 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 我们休息一会 回来看看他的照片 和听听他的故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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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